新美市長侯友宜在今天晚上舉行了市政交流會 邀請新美市的立委來參試 但是非常多熱門的市長候選人的人選都到了 可是侯友宜強調這個是例行性的交流 那麼就這麼巧包含了民進黨立委蘇巧惠 還有國民黨立委洪孟凱 以及新美市副市長劉和然都有到場 餐會上面飄出濃濃的政治位 但是侯友宜跟洪孟凱都說 沒有談論到選舉 就是純粹的市政交流 而且氣氛非常的融洽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純粹談了新北市 未來或是現在在做的這些事情 有沒有需要調整 有沒有需要立委他們可以幫我們忙 那我們新北市政務 你當有責任來跟新北市的立委們做一個報告 他知道說我們需要這樣發展 包括中央市長也要有正常溝通 也立委也要跟我們倒三天 所以今天其實都是在談新北市的大小建設 不管是大間的小片市 我們都關心新北市未來好 未來在這個定期網美 只要我們大家有空 我們大家錯一個時間 甚至個別立委有需要 我怎麼樣來跟大家說明的 也不見大家全部記在一起 大家都可以分頭 大家一起來跟新北市 或是我主動來跟大家聯絡 大家一起來做好雙項溝通 其實這只要為新北市好 市政府 新北市立委 本來理所當然就要並肩作戰 今天氣氛非常融洽 其實我覺得剛剛市長 他講的也是真的客氣 為什麼呢 因為市長其實過去 不管新北市府團隊 跟我們地方的委員 我相信都有非常好的一個互動 跟連結以及溝通 這一點從我們跟市府團隊的一個互動 來講都是毋庸置疑的 那剛剛這一個多小時的一個餐序 有聊到軌道建設 有聊到地方治理 有聊到區域的發展 有聊到人口的成長 那還有聊到說 2025年市狀運 那個市長要參加什麼樣的 一個運動項目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大家能不能 有沒有這個一起組隊的一個機會 這類似這樣的一個話題 那但是都沒有聊到選舉 找回答 你 是 什麼 你 可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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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